元宵节前夕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他率领了党内供职人员 来到了共辽区 宣示反核立场 苏主席他表示 新北市这块荡丸之地 竟然有三座国际公认 最危险的核电厂 密度还有危险性之高 是全球绝物仅有的 因此民进党坚持反对核四计划 而且核四的预算 绝对不能够再追加 才能够保护好台湾 这个属于全体国人的美好家园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在23号当天率领党公职到 核四的所在地共辽走春 宣示反核决心 苏贞昌表示 大台北地区就有核一核二场 核四不能再这样走下去 为了全民安全 民进党要求立刻停建核四 核四最佳预算不能通过 非核家园推动法立刻立法 当我当台北县长 看到核一场核二场里面 那些核汇料运不走 我是多么忧心 核四从新建到今天 不只是从当年的1700亿 又膨胀到3000多亿 无底洞的坑前 当天走春活动 他们除了骑脚踏车之外 车上还插着反核无据的小旗子 苏贞昌表示 要带大家来看看共聊这美丽的山与海 这就是台湾人世世代代要保护的家园 也是民进党纲理要建立的非核家园 一群人在苏贞昌的带领之下 欺骗共聊各地宣示反核决心 在民进党所做的民调里边 希望总统马英九赶快宣布 庭建核四不要浪费预算 苏贞昌指出 因为错误的政策造成社会成本的付出 国人的不安 核四是重重压在国人心坎上的一块大石头 民进党反核四坚持建立非核家园的态度始终一贯 希望台湾这个美丽的国家 善良的人民建立的是一个能够世世代代 一起维护美好家园的国家 记得成为共聊采访报导